马华副总会长拿读陈德青抨击 身为团结政府里拥有40名国会议员 在内阁有5名部长的行动党主席林冠英 既然要求没有官职的马华跟进横溢中学分校申请行政独立的课题 显示林冠英已沦为行动党史上最无耻也最无赖的党主席 这番厚颜无耻的言论 除了林冠英之外 全马来西亚再也没有人说得出口 陈德青也奉劝林冠英 若他是为了行动党好的话 就应该立刻闭嘴不再发言 因为他每次针对横溢二校课题发言 就会凸显行动党内阁部长和教育部副部长的无能 让行动党陷入极度尴尬 林冠英声称 首相拿读司理安华是向马华总会长拿读司理魏家祥 承诺落实横溢二校的批准 而没有通知他或行动党 那么林冠英和行动党就应该自我检讨 并着手处理横溢二校的课题 而不是继续如怨妇般破妇骂街 怨天尤人 陈德青也表示 马华向首相提出横溢二校准证的课题 却被林冠英形容为马华用首相压榻 这番言论简直莫名其妙 不知所谓 马华反映华教课题 既然被林冠英当作是谁用谁来压谁的问题 显示华教课题在林冠英眼中 只是作为政治恶斗的工具 这种脑进水的言论竟然出自一个堂堂的党主席 让人感叹行动党 已沦落至如此没水准的地步 陈德青再次质问 既然林冠英一再重提当年西蒙内阁已批准横溢分校行政独立 他不明白为何今天行动党部长不在内阁直接提出 以当年白纸黑字的会议记录为根据 要求内阁和教育部遵循当年的决定